我在给你们的档案里面 你们回去其实可以自己看 就是上次你们讲完基本功能之后 我其实这边 在那个应用情境这个里面 我有帮各位做好 就是说我如果想做什么事 然后可以参考后面的步骤 那比如说 我要怎么样把PPT的图把它放进来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打开 就直接拉进来就可以 我这边后面就帮你写好步骤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刮刮乐 那刮刮乐的话 就是像这种刮刮在哪里的 那他就是先你要先不提 然后 再来答案区用魔术笔绘制 把它涂一涂 然后就可以用橡皮擦去刮 那或者是说 你是那种隐藏答案卡的 所以这边步骤都帮你做好 你就要照这个步骤去做 其实就都做 大部分都做得出来 好 那我们等一下 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回来找几个来练习 那我觉得现在更重要就是 比较进阶的 这边比较难 这边比较难 比如说你要怎么在里面做动画 这个比较难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是编辑教材的阶段 那如果你要跟学生互动的时候 这边也有一些重点 比如说你要让他怎么加入你的课堂 这边步骤都写的蛮清楚的 蛮清楚的 所以 所以我想应该上 你们上次上过初阶课之后 应该不会是什么困 我们今天先给各位练习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 我觉得对现在各位来讲 比较有实质的效益